大哥 这是我带的酒 这次给您添麻烦了 敬您 小事 家里也没有别的人 有空房间 不麻烦 刚才就想问你了 怎么不见嫂子 都是因为那个妖怪 你一个过客我说说无妨 说起来那个妖怪 就是我娘 我娘在三十多年前得了废保 花光了家底都没能治好 大夫说救不了我 娘 您要吃药 您把药吃了肯定会好的 娘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着你长大 娶妻 生姿 娘竟说傻话 吃了药肯定会好的 娘会长命百岁 好 娘吃药 就在那天夜里 我娘失踪了 失踪 那天我起夜 我想看一眼娘 要是要这么快就过了 发现床上空落一天 那个时候的她 连起床都费劲 她能去哪儿呢 于是我叫醒了我爹 我爹叫醒了半个村子的人 村里村外 一直找到天人 她消失了 不好 她回来了 过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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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都病成这样了 还能走到哪里去啊 她若是不想连累我们 想不开 去了村后的水塘那儿 小翼 相公 娘 娘 小华 你去哪儿了 我和小翼找了你整整一夜 你要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你们先坐 听我慢慢跟你们说 昨天晚上 我去了半山的欺负石那里 许愿能多给我点时日 没想到 娘 我真的好了 你们看 小华 太好了 娘 小翼 使不得 你现在还不能碰我 为什么 因为 娘现在靠着仙气虚命 沾了人气就不灵了 什么意思 就是